哈喽大家好 我是鬼子妖美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周日 对 那我们要去吃火锅 吃哪一间呢 吃那个 嗯 油锅 在台中的 大女这边 还对哦 他们这边有这个停车厂 在台湾不管是去哪里玩 只要有停车厂 那就很方便 这里还有一间宝雅 宝雅的连锁店真的蛮多的 到处都有 哇 哇排队吗 你看满客咯 果然是有一点牛啊 这么早就这么多人 跑来这里吃晚餐的 那也真的是太厉害了 没有 两位 我们没有定位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位置 然后呢 只能跟着小姐走了 进到店里面看到这些脚脚没有 这些都是坐满了 这可不是我请的托啊 这是实实在在的客人哦 好凉拖 哎呦 老板赚翻了吧 好 嗯 好啊 好 你看看你的套餐想吃肉还是吃海鲜 嗯 发现这边过来都是干鲜跟渣点 打钞是现有的手食 然后就是目前有在做的油 会要三个下 好 那我们是没有菜堂的 就是开猪肚肉肉 部分旁边就有白饭 王子鱼 嗯 哦 好 那个要自己自己拿自己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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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自己夹吃 肉 那个菜类 菜 青菜类 那一个 蔬菜制作饭 哦 然后还有 制作饭就是免费的 这是什么 那我们是第一次来 因为我们是就是汤头搭配泡餐 嗯 然后泡餐就是会帮你出一锅汤跟肉 肉 哦 那火锅料跟蔬菜的话就是自己 哦 自己去夹对吧 哦 你有白饭 然后还有各式的面 哦 好好好 明白了 好好好 这个第一次来 嗯 就是因为第一次来 第一次听到自助吧 我就在想有自助妈妈 自助吧是干什么用的 然后他就是套餐内 你要先点点了之后 就是菜类的话 你然后包括冬粉米粉 那或者是什么 然后你自己去那边 是自助吧 自助吧应该就是 嗯 就是你随意夹的意思 那他摊底是要收钱的 所以你把主套餐把它点完之后 先去结站 结完这样 这样之后你要吃什么 自己就去自助吧那边夹 小朋友要加量吗 不用吧 我小分就好了啊 如果说自助吧 我可能就听懂了 就在刚刚 然后有一个梗 那就是台湾这边讲的是自助吧 我们那边讲的是自助吧 然后我就知道自助吧是什么自助吧 然后我就后来就问他 我说自助吧 是里面的东西就是自助的 对不对 然后我就想说是免费吃到饱 是不是就是随意吃到饱的那一种 那他这边点餐就是点好之后 先去结站 结完站之后 然后自己要吃什么 冰淇淋啦 自己都是自助的 瞬间我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他不直接说是免费去随便你使用的 然后这边是付费的 那边是免费的 这样不是很容易懂吗 为什么要说自助吧 我们点了一个肥牛 还有个肥羊 看我们点了什么 我们点了一个酸菜锅的 还有一个泰式酸辣锅底的 还有一个泰式酸辣锅底的 然后我们选了小肥牛 小羔羊 还有加购了一个小海鲜 然后这边服务费的话是收多少 不知道 反正是98 总共就是吃的976加98 总共1074 上菜 现在他们服务上菜的这些部分 都是付费的 比如说这个小海鲜是98 然后这一个小羔羊是390块 然后这一个小海鲜 再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98块钱 这个是泰式的酸辣摊 这个是我的酸菜 然后这豆腐 这些都是自助的 就是水里吃到饱的 油条 豆腐皮 那个纸要拿掉 那个胶子要拿掉 没关系 现在我们放进来的这些食物 就是去自助爸爸那里拿的 该我去拿菜了 看看自助爸爸那里有些什么好处的 咖啡啊 这边有咖啡 饮料 冰淇淋 咖啡 冰淇淋 对 咖啡 然后这边是调尿酱 我真心的觉得可以再取一个叫自助妈 就是去自助妈妈那里去拿食物 后来我到家里面的时候贴文 知道自助爸的奶意了 这边也是这个饮料和茶 还有这个糖水甜品 然后这边就是自助爸的蔬菜类 也有冬粉类的 咖啡 他也是煮了我的 丝瓜 豆腐 说实在的这一间火锅店呢 对我来说还算是蛮便宜的 因为他自助爸里面的食物也蛮多的 如果说你单独选一个摊底 再选一些自己想吃的肉类 那基本上的话可以吃的很饱饱的 那我们今天消费的这些东西呢 其实也就是不算服务费的话呢 就在900多块钱 而且有肉有海鲜 我觉得很划算吧 据说假日的时候来这边 不预约的话是要排队的 满了 我们刚刚进来店里面的时候呢 这一个空间里面呢 几桌现在都已经满了 外面的话肯定肯定是又要排队了 因为我们来的还算蛮早的 我们两个人都吃的好饱哦 肉和那个海鲜都是蛮新鲜的 我觉得就是回去只要吃了不拉肚子 那都是蛮新鲜的吧 好啦我也要开动了 我蒙祸了半天还没开始吃呢 你们看我的碗都还趴着 现在终于轮到我了 我的筷子呢 准备要开动了大家不要馋 给你们看一下这一块大肉肉 有多爽啊把它涮一下 以前我看到刷刷锅的时候 据说那时候刷刷锅也是台湾这边流传过去的 但我也没有核实是不是 以前我们在老家没有这样子吃 然后到了后面出来的时候 就知道说吃火锅可以这样子刷一刷 但是说来也很好奇 台湾真的很多的火锅店 我就在想啊 台湾人怎么这么喜欢吃火锅呢 是因为火锅比较方便吗还是怎么样 我刚来台湾的时候 所以然后坤哥就带我去吃了一个叫十二锅 后来发现哇好多火锅店啊 摸我的店 它是正当公民的夹 不是哄你的尿 你也可以夹这个 大家也看到我正当公民的夹对不对 我没有偷偷摸摸的对不对 没有夹它的尿吧 先把它夹了 黏起来 我听说重庆人特别喜欢吃火锅 尤其是在那个夏天的时候 吃那个很辣很辣的火锅 越辣越流汗越舒服 那到底是台湾人是为什么啊 台湾人也是为了大冬天也好 大夏天也好吃 那个火锅也是为了流汗吗 我不知道哎 但是这也不辣呀 这个是油条 油条炭火锅也是蛮爽口的 就是有点软绵绵的 小时候吃过油条煮汤 这个油条不能煮太久了 很不软 煮到会烂掉了 你们就可以看到我一边在吃吧 然后后面那些都是满桌了对吧 然后我就觉得这间店它为什么叫牛锅 你看又来客人了 肯定是因为很牛 所以呢开了店也是很牛 特别特别的生意的特别好 开一间这样的电话呢 简直就是赚翻了嘛 看到别人赚钱的时候 我真的是眼睛瞪的比什么都还要大 但是如果说自己想要去开火锅店的话 那可能就没有这么简单了 不过说实在的 在台湾吃到饱的这种火锅店 好像也蛮多的吧 上次我还看到一个博主 哇他吃的那个自助火锅 那才爽啊 那里面海鲜啊 自助的那个海鲜超多的 这间店呢 他自助区域呢 没有什么肉类 然后也没有什么海鲜 但是呢 来吃的人特别多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有机会呢 我就是想要去尝试一下那种自助餐 然后不是就是自助爸爸 那里有很多海鲜 或者是有什么肉类的啊 我要去那间店吃看看 因为上次我收藏了一家 还没有去吃呢 我看人家还有吃扇贝啊 然后吃什么鸡脯啊 还有吃什么猪饺的那些都有 这些都是属于自助爸爸那里的 下一次我要去另外一间店吃看看 不过呢 现在大家可能说 哎呀你看到我 看到我还在这里吃 就想着别家了 对 我现在就是觉得来看看嘛 有什么不一样 他这个酸菜是酸菜是这样子 我点的是酸菜 他的这个酸菜切的倒是蛮大片的 但是呢不是我喜欢的那一种酸菜 大家也知道我是来自贵州哈 然后呢我们贵州的那个酸菜 是又咸又酸的那一种 那这一种酸菜呢稍微偏甜一点 然后呢酸味咸味比较淡 所以呢跟我想象中的酸菜呢又不一样 然后酸菜锅虽然是这样 如果他碰一点泡椒啊 可能我会更喜欢吧 我这一个呢没有太辣 根本就不辣了 我看成是酸辣汤了 你知道吗 所以呢就不一样 这一个呢是里面那个鱼 这个是那个小海鲜里面的那个鱼哈 哎那个鱼应该可以吃生的吧 我直接把它烫了嘞 应该是吃生鱼片的吧 我前面那一份小海鲜啊 掉了掉了 哎那个小海鲜到底是烫着吃的 还是直接生吃到 反正我已经把它煮了 这个鱼好像很嫩了 你看 探一下就稀巴烂了 就 各位我们已经吃饱喽 客满看到没有里面都客满了 今天周日客满 要吃的话就是要平日来 我们都差一点就吃不完了 因为点那个肉 然后我们点了两份肉嘛 主要是肉 我那一叠肉吃下去之后就真的 很撑很撑很饱 好了 他这边的话有停车 然后有这个停车卷 所以呢我现在要开车回家咯 各位拜拜下期再见 各位 谢谢大家